好,我们来做投票 你可以在新增活动或资源里面 选择我要做票选 选择新增 假设我们票选的名称 你喜欢什么水果 文字简介一样 然后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允许变更选择吗 投票一次就不能的 你就选否 只能投一次 不要让它改变 限制回答的次数 你要不要让它限制它回答次数 一般是不会限制它回答次数 你在前面做了设定 后面就不需要 好,假设我们是三个 后面要有四五 如果不够你可以选择新增 可用性你要不要限制投票日期 开始跟结束的时间 票选结果要怎么呈现 你可以选择不公布 你可以选择 选择学生投票以后再公布 另外一个是等票选时间结束以后再公布 还是随时对学生显示结果 我们要选择让学生投完票之后显示结果 好,共通的设定 这基本上是群组 这没有问题 好,储存并返回课程 来看一下投票 你喜欢什么水果 你可以投 我喜欢香蕉 储存我的选择 好,这里就会有一个选择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选择 谁做了什么选择 然后你可以汇出各种档案 方便你做其他的利用 好,这样子的票选结果是 相当不错的一个 相当完整的一个票选 值得我们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